从前在埃及的开罗,有两个家庭共用一口井 有一天井里的抽水马达坏了 双方谁也不肯去找人来修理 因为谁找人来修 谁就必须付钱 结果两家为了区区几块钱的修理费 闹得动刀动枪 一场流血的斗争下来 死了18个人 而修理费只需五元五角 换句话说,每条人命只不过三角多 人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 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人在争什么 人的价值与意义又是什么 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 曾经发生这么一则骇人的消息 有一位17、8岁的年轻人 在他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以后 竟然想不开而自杀身亡 在他的遗书里 他写道,没有驾驶执照 我就不能开车 不能开车,我就失去我的汽车 失去我的汽车 我就失去我的工作 失去我的社交生活 因此,我觉得我最好死了算了 结果,就这样 他用一颗子弹打穿了自己的头颅 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真实故事 在台湾,13岁的菲比 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孩子 小学士跳级自由声 活泼可爱,落落大方 未来全途一片光明璀璨 却就在这样美好的年纪里 被诊断出恶性骨肉肉 在14岁的时候 因为鼓埃恶化 必须截去弹钢琴的右手 18岁邂逅了远在爱琴海的利恩 弹了一场跨洋浪漫恋爱 21岁带着氧气罩 成为利恩的新娘 两天后 他回到那更没永恒的家乡 在他21年的岁月里 几乎一半的日子 都在与疾病抗战 但他并没有被病痛吞噬 反而在这样的艰难中 绽放出最美丽的生命 面对23次的化疗 34次的放疗 历经多次手术与右手截肢 上天对菲比的考验 一次比一次严厉 他却依旧用微笑 与爱回应这个世界 他是一个青春洋溢的少女 他有个充满爱与信仰的家庭 升上高中后 虽然从自由生 转变为资源班学生 他仍努力考上了东吴英文系 还俯修了社工 他唱歌弹琴 甚至创作歌曲 他看书 写书 获奖武术 他积极参与校内外公益活动 菲比不应身体的病痛 及残缺而消沈 反倒是热情的拥抱生命 善用上天赐给他的每一天 在埃及开罗的那两个家庭 为了一口井的修理费而争斗 因此丧失了许多宝贵的生命房 是何等不值得 如果能忍一时 便风平浪静 愿意退一步 则海阔天空 在威斯康星州的那位年轻人 迎住驾照被吊销 就想不堪而自杀身亡 他的人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反观菲比 他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 却能勇敢地面对 因为他相信 靠着那家给他力量的 他凡事都能做 菲比 用他短暂的年岁 尽情地挥洒出 绚丽的人生 生命的意义是 在于活的充实 而不是在于活的长久 让我们尊重生命 珍惜生命 并且活出生命的价值 正言上人尽思法语 难得人生 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 最重要的是 如何将有限的生命 活得有意义